看看新闻榜 因为平常我们都在镜头前 工作都会还好呢 可是当你睡醒的时候 感觉有一两个镜头 在你前面对着你的话 那个感觉其实蛮奇怪的 也不容易接受 真人秀节目 全天后拍摄无可厚非 但连睡觉也要拍 也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不是爸爸带孩子 不是弟弟陪姐姐 夫妻二人的私密空间 也要不同角度地放 多个摄像头360度被监视 睡觉的时候他们还 如果你把灯一关 他们大概三分钟之内 就会进来把那个机器关掉 可是在你起来之前 他们又会把那个机器开 张志玲同学一提着真人秀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不过也难怪 入睡以后有人摸黑镜房关灯 醒来前又有人悄悄潜入开灯 随便脑补一下就感觉被急发凉 明星真人秀发展到了窥探隐私 小编也想大声说一句 这也真是够了 早年参加亲子真人秀的吴振宇 就因为分享儿子照片 被人肉出了 儿子各种日常的私生活地铁 而遭到狗仔跟拍 面临被退学的危险 加上儿子眼睛在录制节目时受伤 而被妻子责难 如此种种都让吴振宇非常懊恼 很难想象你们觉得 每一个人都愿意上电视 这个想法我觉得有点奇怪 当然这些明星加盟支出 也是签下了巨额回报的合同 但即便如此 不少真人秀微博收视率 不惜窥探明星隐私做法 并不能得到认同 虽然他们是暴露在美光灯下的透明人 但不要为了满足溃私欲 而无止境地挖掘所有的隐私 毕竟我们看的是真人秀 而不是监视秀 你对新天地综合报道